火炉 猫咪 鲜艳的花朵 如果不是桌上的那份微型报纸 你一定以为这是真实的场景 实际上这只是一份精致的微速模型 这份模型已经摆在警方的桌上超过一个月 而模型的作者便是让人胆寒的连环杀手 他已经连续杀死三个人 每次都会留下一份与凶暗现场一模一样的复刻模型 这次的模型也不例外 沙发上躺着一个女人的人偶 他们的第四名受害人是一位白人女性 桌上摆放着娃娃报纸 报纸上的日期是2007年2月17日 也就是两天之后 也就是说他们的受害人还没死 这时有多嚣张 才会给警方寄来模型 预告自己下次的作案地点 早在第七集第十集中 就有一个叫做戴尔的老头 跳出来承认自己是模型杀手 甚至还在直播中吞了子弹 戴尔与三位死者都有联系 他的死终结了这起案子 新模型的出现 于是这戴尔是无辜的 真凶还在逍遥法外 既然如此 戴尔为何要认罪并自杀 莫非他是在保护真正的凶手 一个重要到让他甘愿死去的亲人 威缩模型精致到每一个细节 堪称匠性之作 这杀个人可比做模型容易多了 受害人偶没有带婚戒 说明他是未婚人士 眼睛有一点出血 暗示他将会是窒息而死 C姐做出猜测 受害人在沙发上小睡 然后模型杀手 又枕头捂死了他 书架上的书籍都分门别类 排列整齐 有艺术 宗教 科学 这意味着受害人受过良好的教育 老奇在模型中 发现了前几起凶案中的道具 这些小道具与其他摆设 显得格格不入 上面的单词排列出了一句话 You were wrong 凶手以这种挑衅的方式告诉警方 他们抓错了人 目前所知的信息便是 凶手是道尔一个很重要的人 于是小葛和沙拉 再次翻出了道尔的资料 据了解 道尔的妻子死得早 他几乎没有任何的亲友 他的物品中 有集卷30年前的家庭录像带 另一面的老奇还在研究 凶手寄来的模型 这一次他也有了新的发现 书架上藏着一只死去的猫咪 这次猫咪肚子鼓鼓 像是喝饱了牛奶 联系模型中的下午茶 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 凶手将会给受害人下药 老奇才想 受害人喝完下午茶 躺在沙发上小睡 猫咪也偷喝了他的牛奶 于是一人一猫全部被毒死 老奇还在桌角找到一张餐厅的传单 放大后得知了餐厅的位置 受害人可能就住在餐厅的附近 见证科缤纷两路 终于找到了构造与模型相似的公寓楼 他们拿出了模型给管理员辨认 他一眼就认出 这是住在11楼的托曼女士家中的摆设 事不宜迟 按照凶手的预告 他今天就会实施杀人计划 尼克敲了很久 都不见托曼女士的回应 无奈只能强行进入 这家中的摆设 还真的和模型里一模一样 同样的沙发 同样的火炉 同款的台灯 以及相似的报纸 托曼女士颤颤巍巍 精神恍惚 半天才反应过来 家里进了陌生人 托曼女士有个坏习惯 就是喜欢脸上盖着枕头 在沙发上睡午觉 她的精神状态很不正常 托曼确实有一只猫 一只喜欢偷吃东西的小柴猫 凶手对托曼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了如指掌 另一边的莎拉看起了 戴尔的家庭录像 录像中的她和妻子 正带着一对孩子玩耍 他们一起给其中一个孩子 举办了生日会 但是这个孩子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这段录像来自30年前 现在戴尔死了 警方也没办法得知这个孩子的身份 那么她会是警方 苦苦寻找的模型杀手吗 他们检测了托曼女士的血液 以及桌上的食物 没有毒品 也没有任何置换的东西 可她就是跟喝醉了一样 跌跌撞撞 照时间推算 模型杀手今天就会杀了托曼 好在警方早有准备 为了引蛇出动 他们找了一名女警 穿上了人偶的同款衣服 乔装成了托曼女士 屋子里到处都是监控 女警照着模型中的样子 躺在了沙发上 而另一边的索菲亚 正牢牢盯着屋子里的一举一动 确保模型杀手出现的瞬间 能够将她一举拿下 接下来 女警照着托曼女士的习惯 将枕头盖在了脸上 假装睡午觉 与此同时 不输乔装成了路人甲 蹲守在楼下的公寓大厅 紧盯着路过的每一个可疑人员 一名拿着行李箱的男子 走进了电梯 他的目的地 正是托曼所住的十一楼 男子出现在了走廊 最后停在了托曼家的门口 就在他开门的间隙 埋伏的警员冲出来 把这名男子死死地按在了墙上 男子不明所以 他说自己叫做佩顿 是托曼的弟弟 证件显示他没有撒谎 另一边 老七注意到模型中 有几瓶逼针的鲜花 他将灯光对准了鲜花 不想这些模型花 在光照下瞬间枯萎 与此同时 索菲亚盯了很久 都不见凶手出现 他认为凶手可能已经放弃了作案 于是他回到屋里 打算叫醒乔装的女警 女警死了 就在十几名警方的眼皮子底下 老七一开了书架 一人一猫 全部扑该 不管是死相 还是躺倒的地方 都与模型杀手计算得丝毫不差 凶手已经进化 而他们还在原地 托曼女士小心逃过一死 可她并不觉得庆幸 她是一名心理医生 弟弟说 她的病人有很多是心理变态 再加上没想是300美金的治疗费 想杀她的人多了去了 托曼女士非常的不配合 一副生无可怜的样子 你们只是死了一个女警 而我失去的可是整日陪伴的猫咪啊 不数拿出了杀手的模型 希望她能够从心理学的角度 提供一些专业的分析 托曼说 这些模型很精致 对细节的极度苛刻 说明模型杀手有严重的强迫症 还有明显的反社会心理 大部分杀人犯 都无法做出精密的计划 而模型杀手不一样 她能完美地构思出谋杀的细节 甚至能够预知 谋杀中的所有可能性 老七很想知道 凶手是如何做到在众目睽睽之下 杀死女警 她切开了人偶 里面有一只小小的模型肺 这个米粒大小的肺 呈现粉红色 另一边 老法医也得出了验尸结果 女警和猫咪的肺都是粉色的 他们都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那么问题来了 屋子里为什么会有一氧化碳 案发现场有个火炉 就在女警午睡期间 炉中的火突然烧得很旺 这个炉子有问题 于是她观察了模型中的炉子 小小的烟囱里有个装置 案发现场的烟囱里 也有个一模一样的装置 这是一个计时器 时间一到 装置就会关闭烟囱 往炉子里投放大量的木炭 木炭燃烧产生一氧化碳 无色无味的气体倒流回屋子 让毫无防备的女警窒息而死 这个装置早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安置在了烟囱里 也就是说 凶手做好所有准备之后 才放心把模型寄给了老季 本来老季有足够的时间 破解模型的秘密 好死不死 她正好出差了一个月 也就阴差阳错 没能及时发现装置 小哥调查了戴尔的亲友 得知他还有个儿子米奇 米奇就是30年前的录像中 打翻蛋糕的小男孩 小伙子长得纯红齿白 只可替一言早突 米奇一脸的苦大仇深 她说自己不认识三个死者 并且她和父亲的关系很不好 她形容与戴尔的关系 就像是踩到了一坨狗屎 还是洗不干净的那种 尽管房子里刚刚死了人 可固执的托卖女士 非要搬回去住 甚至拒绝警方提供保护 换说模型杀手的目标 本来就是托卖女士 没有杀死目标人物 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都说怕什么来什么 老吉接到电话 托卖女士刚回家就被杀了 恭喜她给凶手送上了double care 托卖女士的身上 有一些干掉的水渍 唯独耳朵里的那滴水渍还未干涸 C姐猜测 凶手用枕头捂死了托卖 因为不小心碰到了花瓶 才会见了托卖满身水渍 托卖的弟弟对着媒体控诉警方的毒质 还将秘密调查中的模型杀手公之于众 他认为姐姐是模型杀手的第五个受害者 而警方没有尽到保护好姐姐的责任 好大一口果 扣得警方直骂娘 哈世纪在花瓶中检测到了漂白剂 据说在水里加一丢丢漂白剂 能够让鲜花更持久 小哥带来消息 托卖曾在米奇待过的牢教所里当过志愿者 也就是说米奇真是托卖 并且他还是戴尔的独子 米奇双手灵巧 喜欢做模型 警方认为他就是模型杀手 是米奇到处杀人 最后兜不住了 戴尔只能出来顶罪 用自杀来隐瞒米奇的身份 米奇也希望父亲真的这么爱自己 可是警方猜错了 因为父亲是个圣母 早在米奇出生之前 父亲就收养了很多孩子 戴尔把爱都给了养子女 唯独对米奇这个亲生儿子 不管不问 戴尔确实愿意为了保护某个养子女而死 但那个人绝不是米奇 这不说来 米奇是无辜的 老法医检查了托卖的尸体 在他的鼻腔里取出一些枕头纤维 他是被沙发上的枕头捂死的 这毋庸置疑 老法医还挖出了托卖的大脑 他的脑子颜色与正常人不一样 由此确定 托卖患有帕金僧 并且已经到了晚期 每天需要服用大量的药物控制 这就解释了托卖为什么会精神恍惚 CG拿来了检测报告 托卖耳朵里的那滴水不是来自花瓶 而是人的眼泪 受害人并没有哭过 那么这滴眼泪只可能来自凶手 什么人会在杀死受害人之后 又伤心地抱着他哭泣 眼泪低下时会带下一些表皮细胞 经过鉴定 这滴眼泪来自托卖的弟弟 原来托卖的帕金僧已经到了晚期 他每天要吃很多药 明明很清醒 却要活得痴痴傻傻 往往呼呼 模型杀手的出现给了托卖灵感 他请求弟弟杀死他 然后嫁祸给模型杀手 事实上弟弟合肠手的杀死姐姐 可是大错已经铸成 姐姐是解脱了 弟弟却要搭上下半辈子 故事最后 莎拉和老季反复观看了戴尔的家庭录像 戴尔生前一共收养了13个孩子 由于收养的保密条例 想要弄到这些孩子的全部资料非常难 更何况大部分人成年后都会改名唤醒 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 有一个却在长大后成了变态 那么到底谁才是警方要找的模型杀手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本集小知识 眼泪中是没有DNA的 单单靠着流眼泪带下的微量细胞 检测难度很大 所以现实中的法医很少会用到眼泪 据说当年由于犯罪现场调查太过火爆 甚至出现了CSI效应 具体表现为 陪审团混在法庭上 希望见证科出示更多的法医证据 如果没有那么被告人无罪开始的比率会升高 并且陪审团会对法医出示的DNA证据更加的放心 然而实际上这些证据并不如电视剧里的这般可靠 所以警方办案并不单单只看法医证据 不要想着利用电视剧里的情节去犯罪 因为编写这些内容的只是编剧 并不是专业的法医 你的任何一个小聪明都逃不过警方叔叔的眼睛 故事中 试验托曼的是1954年出生的凯瑟琳奎男 她是黑洞表面中的皮特曼蒂 还是越狱第四季中男主迈克的母亲 1995年 因在阿波罗13号中试验汤姆汉克斯的妻子玛丽琳 还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女配提名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支持